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民间的节目 今天有三位蔡元村的村民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知道阿祝有很多抗争 反对蔡元村被迫遷的情况 不遷不拆 其实是你的第一次来接受访问 毕业之后也是第一次 是的 感觉很新鲜 报纸又看到你大头的样子 接受访问 说了你在蔡元村的历史 那也是第一次 因缘祭会 有人说和我做访问 我又不客气 有机会出入报纸也挺好奇 所以参加 谁知道越做越多事情 搞下去 因为原来这个运动 不是三朝两天就完结 什么时候完结 大家不知道 总不知有一个开始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局 我们当中都搞了很多事情 都有第一次去漏人签反对书 很害怕 一万三千多 四千多 一万四千多 一万四千多 很多人联署要签名 但真的反对书 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的效力 我真的没试过 其实签那些人都很认真的 他都会问清楚 我签来干什么 不是走过街上 写个名字给你 就走 因为很认真 反对书又要写名字 又要写电话地址 又要签名字 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 在街上的联署 这么简单 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 一万四千多分 初初叫人家写的时候 初初在街站的时候很害怕 口都很震 放多一阵 又好像有人肯签 有人肯签的时候有信心 但是多些多些 就好像今天签到三百张 已经很高兴了 明天原来不是 七百张 更高兴 最棒的那天 我们签到一千七百多张 在哪里 在朗平 朗平 朗平 他们都有出来帮忙 最厉害的 我知道 祝你十三兄弟姊妹 擺一个街站 就让你这些兄弟姊妹出生 一个家庭 就已经包到一个站 擺一个站 就是擺一个屯门站 因为我们擺几个站的时候 当时希望站放得多 收集的反对书多 我们就叫家人都来帮忙 我见他们都很乐力 全部好像林俊棠 阿肥第一次出来 很乐力的 不怕丑 初时以为他们怕丑 缩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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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帮我做 怎知道原来不是 我在那里叫咪 他们很自然 还有她的妹妹还能力 只有几岁大 就是绑着反对书 请公公婆婆婆 先生小姐帮她签 很厉害 他们就很自然地跟她签 很厉害的 其实他们都成家人 我们其实一个大家庭 就有不同的范畴 不同的人都去叫人帮忙签名 很显示我们大家庭的合作力 因为我们要合作才能够巩固自己 求人都要自己出力 我们做得到的这件事 我们觉得都很成功 在这个方面 阿肥 我知道你昨天 有帮俊棠包底接受访问 是的 我知道有些记者都问你 其实为什么你会这么努力走出来 其实要找一些青年人走出来 好像你这么小 很不容易 因为始终这个是自己的家 哪有人看到自己的家 被人拆的时候 不会负负他 难道看着 例如这个家里就是自己的命 难道自己有病去看医生 嗯 即是说有时有些被人破坏 或者强行去抢劫的时候 应该做出一些补救 或者捍卫的行动 应该站在一边 只有个体质 但是我知道这个过程 都很不容易 譬如之前签反对书 每天曬着 我们其实都有在九龙帮手 摆一下街站 我听闻 是的 我们在外面有摆街站 一个星期摆一两天 都觉得很不容易 但是你每天都摆 我们摆逐两个星期 每天四点钟就开工 开到晚上八点间 哇 有时好像两点几多开始 是 那时候是不是考试期间 他考完 不是 停课之前 停课之前 那一天 就是之后那天 我要考试 但刚好停课 就没有考试 都很多 多谢停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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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一天都走出来 你当时有没有什么 心理障碍 或者当时 会不会如何突破这个 以前小时候做那些 专题研习做文卷 问别人不怕丑 现在大了 想事都多了 所以有时都不是很想开口 问他们签不签反对书 然后试着试着又想继续做下去 因为始终这个都是自己的家 要保卫他 嗯 而且我也知道阿祝 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搞道响团 大家这个节目的观众 都有兴趣去报道响团 也可以联络我们 你又预用道响团的道响园 其实你接触 透过道响 或者透过摆街站 都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香港市民 其实他们自己 你所见到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他们全部都是很认真和很热心的 因为参加到上团的人 全部都是自愿报名的 什么阶层都有的 他们什么问题都会问的 他们最主要来的原因就是 他们好奇这条村是一条什么村 另外就是都不希望政府去拆这条村 另外就是觉得政府这样对待村民是不公义的 当中的人有很多种 有教授、学生、记者、一般的市民、家庭主婦 各阶层都有的 主要是全部人都是好奇行先 这是主要的 但是后来反应都挺好的 他们都听我们解说之后都明白了 原来就是说 不是我们贪钱不搬走的 我们只不过是保护自己的家 因为家庭被人拆踏的时候 一定要站出来的 不是任由别人宰割的 他们都明白 原来我们不是说没有东西找东西搞的 他们都很理解我们的心情 所以其实都透过都是 无论街站或是在那里 都令到更加多市民去认识到 因为一说重建 又是说这个拆签 其实都会说都是赔偿的 其实我们都和钱是扯不上关系的 三多元我们没有什么 每个村民都不是说没有饭吃 我们要求的不是吃饭 这么简单的 我们要求的就是说 我们继续我们原有的生活 不希望别人去干扰和浅踏它 我们也都响应政府绿色生活的 我们几十年都在绿色生活的 政府为什么说了一套就做一套呢 他不拆我们这条铁路都可以成行的 另外有一个罪名 我真的一定要伸冤的 他们经常说 建这条铁路 铲这条村 就有一至二万个就业机会 我想请问 我们这条村 原先个个个都在耕田自给自足 都有就业机会的 我们如果被人铲了 我们都失去几百个就业机会 另外还有 如果我们几百个村民 能够令到二万个就业机会 生生死死的话 不如我做特首 我有操控之权 能够号召到这么多 不应该把这个罪名给我们的村民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现在香港政府很有问题 就说他会制造几个就业机会 但是是透过破坏去制造就业机会 但是制造得到是看不到的 其实好像迪士尼这样 就是破坏了很多东西 那又要去贴钱给人家 这个港深港产花了 600多亿 每个香港人都要免花一万元 增湧这条铁路 而且每一次坐都要乘乘几百元 即是架级数据都要四五百元 才可以到广州 究竟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我们需要不需要这条铁路 而且是基于一个这么大的破坏 而建一条我们不需要的铁路 这么吃虧的东西 我都不会相信香港人是会支持的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會越來越好 亦會更加多人支持 其實蔡元春園的事情我們會繼續跟進 最新的消息一定會找你們出來跟大家說 好 多謝各位